诶 哥哥 可不敢啊 煎包不能要油呀 来来来 咱们给它搞出来啊 我给你教你啊 煎包油太多 你从炸煎包的会响 来咱们把油搞出来啊 水煎包 水煎包 要需要水的知道吧 锅温给它烧到180度到190度 咱们可以下煎包啊 煎包更不好之后 它上面是粘在一起的 咱们给它动一动啊 动完之后 你看 直接拿盘子 抽 往那边一放开了啊 来 两个手一起来 两个手一起来 扒开 对 对 这瓢水二斤半 咱们加上35克的干粉 来 打底了 然后就着锅 快速的打匀了 打匀之后 咱们溜着锅 一圈 你看煎包 瞬间沸腾啊 来 干锅盖吧 连蒸 带煮 最后再煎 4分钟之后 咱们看看一会儿有没有水 看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那边 你看 没有水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才打油的啊 溜着鼻子来一圈 哎 浇过去 中间缝那边 一圈一圈往里面收 来 咱们盖上盖子啊 等那个油往下渗一渗 让这个锅好 咱们的煎包给它分层 下面煎的金黄就可以了啊 咱们一会儿等一分钟 那个一分钟时间到咱们看一看啊 看一看下面有没有黄啊 撬开 先看一看 哎 下面颜色金黄金黄的啊 可以翻了啊 铲开之后 来 啪啪过来了啊 来 最后一大块 煎到一面金黄 来 另一面是不让它上色的啊 这才可以 好了 煎包可以出锅了啊 来 扒一边 我们下铲子 煎包出锅 下次可不要先搞油了啊 好